一般这种片子都要这样开场 一个横拍 一定要飞越云层什么的 再来个标题 加个我的logo 然后一段震撼的音乐 我加一句新闻联播室的话语 印尼是中国游客最爱的目的地之一 每年有近两百万国人前往旅游 但我这个视频并不会像你想象的这样 因为印尼也并不像你想象的一样 我叫做Chel 你们应该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17年4月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度过了人生中 迄今为止最难忘的30天 同时拍下了这部片子 在大家的印象中似乎除了巴厘岛之外 就再也找不出心中对于印尼的第二印象了 甚至还有人觉得当地人仍旧非常排华 但正是这里人民的友善热情 让我留下了这段美好的回忆 巴厘岛只是印尼自然文化奇景的冰山一角 我敢砸下这么一句话 在印尼你能找到你想要的一切 在亚洲的东南端有着一片热带天堂 它是地球上地貌最为丰富多样的国家之一 温暖的海洋是生命的摇篮 茂密雨林中居住着各种各样怪异的居民 这里是大自然最壮观的物种花园 而在另一面则是吞噬死扯一切的烈焰 火火山的数量在全世界排名榜首 虽然危险 但也为其生命的繁荣提供了养料 也许这就是这片土地的魔力 而这里就是印度尼西亚 在这个拥有一万七千座岛屿的世界最大群岛之国 我们第一站当然是举世闻名的巴厘岛 这座岛屿就像一部纠缠不清的爱情故事 因为每一个来到巴厘的人都会以各种方式爱上这片土地 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巴厘岛的面积非常的大 几乎是普吉岛的十倍 苏美岛的二十五倍 所以在安排行程的时候 一定不要低估了这里各个景点之间的距离 正因为它太大了 所以住在哪里就会成为一个头疼的问题 一般来这里都会选择住在离首府Dempassar和机场不远的Kuta 或是南Kuta沙滩 但我们不喜欢那里太过海岛商业化的气氛 我会推荐你们多换点地方住 比如我们最开始住的就是南Kuta 然后住到了北面的Mondok山区 再到中间我们最爱的文化中心Ubud 然后又住到了火山边上的Kintamani 当然要覆盖这么多的地方 交通问题一定要解决 在印尼最方便的就是租一辆Scooter 住动车 每天才三十几块人民币 或者就是租车或是包车 也都十分便宜 作为这个伊斯兰国家中的特例 以印度教为主的巴黎岛 被称为神志岛Pulau de Vata是有道理的 整个岛上有上万座庙宇 甚至每家每户都有庙宇 其中最不能错过的四座印度教寺庙 分别是位于西南边的海神庙Danarot 岛中央的Damanayon 北边Blatan湖边的水神庙 UrondanoBlatan 以及东边阿公火山山坡上的 巴黎众庙之母Besakit 不过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这四者之间离得都很远 光去这些个地方 可能就要花掉你一两天的时间 当然还有一座寺庙 你也不能错过 就是在岛西南海角的Uruatutsi 这里其实早就文明世界 因为每天晚上日落时分 在悬崖边上有两百多位 在悬崖中的圣猴Hanuman 然后千万不要忘记 我在边旅行边整个世界中提到的 不要喂猴子 这里的猴子之所以那么具有攻击性 就是因为长久以来大家喂食造成 一路向北 在参观完水神庙之后 我们选择了附近的MMP度假村入住 事实认明这是一家非常注重 本地社群发展的度假村 国内游客们可能只注意到 这里的无边泳池 但其实他们每天都有 各色各样的免费文化项目 供游客选择体验正宗的 本地村民文化 俯瞰整片Munduk山谷 随便拍一张 就可以当做朋友圈的点赞西铁石 周边不能错过的还有双子湖 在国内大家把它叫做百度 酷 汉达拉高尔夫的大门 是国外大网红们拍照的圣地 要骑摩托车才能到达的 西肯布瀑布群 是整个巴厘岛上最美的瀑布 一直有人问我 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 今天就在这里透露给你们 因为这里你一次能去 七个高爱胖瘦各不相同的瀑布 简直就是瀑布爱好者们的天堂 不过那天恰好下雨 下山的路太滑 所以我就飞了几个镜头 给大家看看 从Kingdom Mani火山绕了一大圈 我们来到了巴黎的文化中心 Ubud 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朱利亚罗伯茨主演的美式祈祷和恋爱 就发生在这片被稻田所包围的祥和城镇 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古代皇宫改造成的传统民宿 也可以用极低的价格租下一整栋别墅 体验别样的私密假日 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周边有许多的猫食咖啡农场 但是对于剥歇野生动物 以谋取利益的行为我们绝对不推崇 不要去买这样的东西 也不要去访问这样的地方 而我们这次来访乌布 则是有着特殊目的 是为了体验巴黎一年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Nepi aka巴黎新年 aka宁静日 Nepi is Balinist New Year We celebrate at March 为了这个节日 我们全家早早地租好了别墅 购置了各种食材和临时饮料 因为在新年这一天是有特殊规定的 It's a win You cannot go outside You cannot turn on the light You cannot do activity You must stay at your home You must stay at your villa And you relax the Nepi like that It's our Balinist ceremony 所有的人包括游客都是不能出门的 甚至机场在这一天也会关闭 任何人都不能有任何娱乐活动 电视机信号会消失 路上有专门的村井巡逻 游客们只能待在自己的酒店大门内 而岛民们到了晚上甚至都不能开灯 我们也终于在近几年来第一次放下了高科技 真正地享受了一天回归全谱的宁静 除了却难得的24个小时 宁静日的前一天晚上整个巴厘岛却变身成了一个弱大的狂欢派对 但为什么前一天这么闹腾 为什么新年不能出门 我不能透露太多 因为我都会在之后的视频里告诉大家 巴厘岛本身就很大 而且是一个自然和文化景观非常多元化的地方 用一个月去探索都不足为过 各种各样的沙滩 古村 民宿节日什么的 爬个火山看个日出 在稻田围绕的乡间喝上一杯 看看身边迁徙而来的鸟群 在自然中找回最淳朴的快乐 就像我说的那样 它就像一部爱情小说 每次阅读都能有全新的恋爱感觉 在六个小时巴士加一个小时渡船之后 我们来到了和巴厘岛隔海相望的爪哇岛 这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岛 也是印尼的政治文化中心 我们的第一站是爪哇最东端的城市 外南梦巴尼旺基 这里和巴厘岛有一个小时的时差 但真正的变化并不在于时间 而在于远处传来的那一阵阵祷告声 这时才算正式进入了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度 我们露出了外南梦评价最高的一家酒店 其实是民宿了 它叫做Dilus Home 然后就开始预定之后的行程了 主人士对本地夫妇 Maya和Joko非常的友好 把我们当成一家人对待 行程的价格也不能再公道 火箱跟团才150人民币一个人 我真的不想打广告的 但是我觉得真的有必要把这里分享给大家 其实在远处传来的我们有多三个训客 我们有两个沙发 我们有很多沙发 在每个沙发里面 我们有很多沙发 我们有很多沙发 我们可以浮沙发 我们有个地方 沙发 沙发 有时候沙发 沙发 沙发 是的 然后我们有三个国家庭 每个国家庭都有不同的 外南蒙游全世界最著名的沖浪点 Geland 当然 它最举世闻名的就是那座 在夜晚能突出蓝色磨焰的一阵火山口 除了这里和冰岛之外 你知道还能在哪里看到类似的蓝色火焰吗 就在你家的厨房里 你只是在乎 除了因为硫磺气体燃烧带来的蓝色火焰 这里每天晚上都有上百彩集硫磺矿的 矿工徒手作业 而他们身边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酸湖 所以千万不要贪玩下水玩了 否则你就真的是玩了 凌晨一点 我们驱车来到了一间火山半山腰 稍作调整之后便开始向火山坑进发 一个半小时之后 终于登顶了 火山坑底下那蓝色的一团团巨宴 正在剧烈地咆哮着 对了别忘了支持一下这里辛苦的矿工们 他已经工作了17天 他为了煙烧带来 还有肩膀 还有肩膀 怎么还点他们用硫磺矿雕刻成的小手工制 不过你最后是带不上飞机的 每天他们都要徒手采集300公斤的硫磺矿 并亲自将其运到山顶 一间古顿吗 运出后的一间火山 则像是一座不同颜色汇聚的大平盘 作为我这辈子见过的第一座火山 我可以说我被震撼到了 友情贴士 千万不要忘了防毒面具 好好的睡了一觉之后 我们驱车6小时穿山越岭100公里后 到达了苏格玛的沙滩 可能你要想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久 就为了取一个沙滩 因为在这片沙滩 吸引了地球上最擅长迁徙的海洋居民 夜深 这些神奇的生物们来了 他们旅行了上万公里 为的就是回到20年前 当初自己出生的这片沙滩 产下自己的下一代 对于全世界的海龟来说 这是一片非常重要的海滩 几乎365天每个晚上 都会有海龟前来产染 而我们来到这片沙滩的目的 就是为了访问这里的海龟保育所 和辛苦工作的游侠们 在晚上月光的照耀下 我们在巨狼滔天的沙滩上青年见证了海龟产染的过程 而第二天清晨 我们则放生了简陋孵化石中刚刚出生的小海龟 具体我会在今后的视频中 向大家讲述这段让我终身难忘的经历 四小时后 我们到达了西面的城市旁越 这里也是去到另一座著名火山 Bromo的必经之地 一个多小时的颠簸之后 小巴到达山崖边的小镇 Gimorola 1 之后我航拍才发现 原来这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山崖 这座小镇就坐落在这个直径 多达一万米的火山坑边缘 Bromo最有名的就是这里 类似月球表面的地貌 整座Bromo火山被一片巨大的沙海包围 虽然名字叫沙海 但其实全都是火山灰和熔岩 Magnificent 这也是整个印尼最容易到达的火山坑之一 一路驱车就可以一直开到火山脚下 然后爬一会儿台阶 就可以看到冒着滚滚浓烟的火山口了 另外一件趋势就是 这里是爪哇岛上唯一几个印度教教徒 大量聚居的地点之一 这也是你会在山海中看到一座印度教寺庙的原因 这人 这景 这马 是不是有种到了秘鲁安底斯山脉的感觉 Bromo 黄梁 也能这么美 Oh my god 又是八个小时的火车 没想到我们车上的空调坏了 Diam 真的是要了命了 不过终于来到爪哇岛上最迷人的城市之一 日耳 到日耳之后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足Scooter 因为我们马上又要上路了 日耳全名Jogja Gota 不过本地人都喜欢叫它Jogja 它位于爪哇岛中部 是整个爪哇岛上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 作为整个印尼历史最为悠久的城市之一 那必然有很多的历史建筑 比如大皇宫Glaton 比如水上城堡Taman Sari 不过我们最期待的还要属离开Jogja 一个半小时的全世界最大的佛教建筑群 婆洛夫图Brobudur 在公元八世纪建成 到了15世纪因为伊斯兰教的入侵而遭受废弃 直到19世纪被荷兰探险家在层层雨林中再次发现 中央的大佛塔被72座小舍利塔包围 而其中只有一座舍利塔中的佛陀是暴露在外的 而根据统计 整个印度尼西亚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不在巴黎道而是这里 只知道巴黎道的你们out了吧 今天决定住在佛塔附近而不是回城 于是我们来到了这家艺术感时俗的相间民宿 来了Blogo Art House 这是一家非常原生态的民宿 没想到主人Sony原来就是一个著名的画家 我们和他聊一句聊人生聊了一整晚 我们的房间也是两层的半开放式别墅 完全被自然包围 一旁就是两条翻滚的大河 feel so good 第二天在大河边品尝了最地道的爪哇早餐 我们访问了这里最尴尬也最备受欢迎的一个景点 Chicken Church 鸡教堂 本来都想不通这里的建造者是怎么想的 不过了解后才知道 三十年前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便建造了这么一个希望不分宗教不分国界 任何一个人都能来祈祷的建筑物 然后他最初的设计计划是造成和平哥的模样 没想到最后 和和 但随着好几部印尼偶像聚在这里取景 并未完成修建的Chicken Church 却意外成为了一个出名景点 除此之外 在日热绝对不能错过的还有传统美食good egg 这道菜是最地道的日热菜 使用未成熟的菠萝蜜制作 我超爱的 日热网洞50公里还有一个非常酷的溶洞 go up and do 可以玩漂流啊什么的 而在日热 我们选择住在城外穆斯林小村内的一家环保民宿 这里很多的东西都是用回收品制成 整个建筑设计也都以兼的环保为基准 台湾竹装技术家王文志和他们crossover的这栋权材料的螺旋建筑 也成功地吸引了我的眼球 日热这座城市 既保有传统的爪哇文化 又是整个印尼新兴文化最蓬勃的地方 街头随处可见的涂鸦 各色各样好吃又便宜的外国餐厅 下次我们一定还要再来一次日热 把这里好好转一转 从爪哇往东飞越巴厘岛 我们来到了巴厘岛的好邻居龙博龙木岛 刚到龙木岛 我们就撇到了天边隐约可见的神山Ringiani 想到三天之后就要去挑战人生中第一次爬高山 心中多少有些不安和激动 不过爬山之前我们决定先放松一下 沿着蜿蜒的山路一路骑到了Bangsao码头之后 我们乘上了本地人使用的公共渡船 石像龙木岛西南角天堂小岛吉利三岛中最有名 也是最大的那座 吉利梯岛 当然也是有人从巴厘岛过来的 只不过距离比较遥远 要花上半天的时间 踏上吉利梯之后 你会发觉这里非常的layback 没有任何机动车 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租自行车和坐马车 由于这些马屁的境况都不怎么样 所以如果不是有特别多的行李的情况下 还是尽量不要选择坐马车 整个岛并不大 步行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住在了岛的西面 这里游客较东边少很多 适合放松和享受日光浴 而且每家酒店门头都有著名的日落秋千供游客拍照 而这里的日落 远处巴厘岛的阿公火山都只是陪陈 简直美到流眼泪 还有 不要支持这里沙滩边的海龟保育所 刚孵化的小海龟 他们并不直接放回大海 而是留在水池中 等待游客付费 去把这些早已失去天性的小海龟放回海中 What the fuck 60公里的路我们骑了快三个小时 只怪山路太过曲折 不过我们终于到达了今天的目的地 Rinjani山底下的小镇Sinaru 很多去爬山的游客可能会忽略 这座他们过夜的小镇 但是其实这里的四周风景宜人 还有两座非常容易去到的美丽瀑布 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已经整装待发 准备好今天的挑战 3726米的Rinjani火山了 必须要提一句的是 相比起我们即将要前往的Rinjani 之前的Egen和Bromo火山 简直就是小儿科热身运动 这里没有一级台阶 全是原始的泥路 有的地方还非常的滑 所以建议要有一双好鞋 光是爬到火山坑就要八个小时 而登顶则需要近二十个小时的攀爬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事实就是 这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 但只有爬到最高处 才能看到最美的景色 而在整个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才是真正让人享受的东西 我们的挑户们 只在为我们准备简单的晚餐 和搭建帐篷 就让我们在此刻好好地讨醉一番 未经讨论者 三一步 这里的日落也是绝美的 若是天气好 甚至可以看到西边云雾里的 巴里亚宫火山和吉利三岛 必须强调的就是 这些挑夫们要把我们用到吃到的一切 包括喷条起菊 帐篷 椅子 水果 食材 水等等 用扁蛋扛上扛下 而只能获得非常微薄的收入 所以千万不要吝啬自己的小费 龙牧岛就像是几十年前的巴黎 还未脱离自然 却又蓬勃发展 如果你不喜欢巴黎的商业化气息 那龙牧可能是你应该来看看的地方 在参观了龙牧岛上著名的黑色印度神庙 一家从龙牧旅游业刚兴起之初 就一直开办至今的传奇民宿 以及普拉玛创始人建造的绿色生态园之后 我们登上了普拉玛家的大船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15名其他游客 共同驶向远东那神秘的科莫多群岛 在船上你可以选择睡在甲板上 而我们则选择了更私密的船舱 据说在旺季 这同一艘船上会被塞上50个游客 经过一晚上的航行 我们早就驶离了龙牧岛 正是进入了古老魔法萦绕的东部 船在森巴瓦岛北面 一个叫做萨东达的无人小岛停了下来 除了天堂 我找不出第二个形容词形容这个地方 爹就行 我们这件事情 我们一行人享受了无人打脑的日落 和篝火晚餐之后又回到了船上 继续向科莫多群岛驶去 早晨睁开心松的双眼 看到窗外那黄绿色的片片岛屿 兴奋地叫了起来 那不就是传说中的科莫多群岛吗 但凡有点尝试的人 光听这个名字就能知道这里到底有多酷 因为全世界现存最大的蜥蜴 具有具足的科莫多巨龙就生活在这片岛屿 而且仅仅生活在这片岛屿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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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虐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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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ymin' Step with a Jericho Blonde Saving my cash is a wonderful sum I'm that card just like a Yu-Gi-Oh ballin' all over you You pretty hoe I want to save up the dough So I can skirt all around Tokyo I'm that card you wanna find I'm that card you wanna find I'm that card you wanna find 這些巨龍可以輕鬆殺死你 而且他們跑起來可比你快多了 傳說曾經就有一位夫婦與小隊走散之後 命喪於此 如果女性特殊時期更是不要前往 因為整個島上的一千多隻巨龍 都會向著你的坐標蜂擁而來 而在科莫多島的另一側 卻隱藏著這麼一片 能讓無數少女尖叫的 絕美粉紅沙灘Pink Beach 全世界一共只有七片粉紅色的沙灘 這裡一側是碧海藍天 一側是連綿的山脈 還擁有全世界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海洋生態系統之一 我們必須享受 我們也永遠不會忘記 從這裡開始 印度尼西亞就進入了一個天主教的國度 而這裡的人的相貌也與西面大不相同 在六個多小時的車程後 我們到達了一座叫做Dengue的小鎮 而這次我們要探訪的是這裡的 Mangarayan最著名的一座古村 Wareable 它就位於Dengue旁的高山之上 這座隱藏在雲霧中的山村 據說已經存在了幾百年了 並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品為世界文化古村一等獎 三個小時的攀爬終於讓我們來到了這座傳授中的古村 因為我們有四個 所以主要有六個 另外七個 而這座古村最著名的就是山崖邊這七座錐形的草屋 村子直到2009年才被北寶可第一次發現 雖然零星遊客的到來已經開始漸漸改變他們的生活 但至今他們仍保留著遠古的習俗 我們去到了那一天恰逢他們一年一次的祭祀儀式 而儀式之後我們也有幸受到他們的邀請 與整個村落共進晚餐 有關於這座古村的更多故事 大家可以在我以後的視頻中看到 我現在絕對不會透露給你們 回到山腳 哇哦 恰凡正宗舉辦插起編舞儀式 插起是曼哥拉人最重要的文化元素 村中的勇士們全副武裝 一一上場對抗 向全村人證明誰才是整個村中最帥氣的男子 進攻者手中的鞭子象徵了男性和天賦 而防禦者手中的圓盾則象徵了女性和大地母親 在一次次的進攻和防禦中 天與地 男與女一次次的結合 孕育出新的森林和分手的土地 回城途中甚至還遇到了一個正在舉辦婚禮的村子 他們也邀請我們和他們一同喝上一杯咖啡 真的不禁感慨這裡繽紛的文化和人民的友善 也給我們的印尼之行畫上了完美的句號 在印度尼西亞 最奇策的地貌居住著最熱情的人民 傳統并未消亡 宗教深入人心 一觸奔波發展 來者全都是客 我的名字是Malik Aziz 你可以叫我Malik 我的名字是伊威安布羅蒂 我是巴黎人 我的名字是尼文阿古斯 我是巴黎人 但印尼實在是太大了 雖然我們用了30天 但還有很多地方沒有去到 下次再繼續體驗 帶給大家 在旅行中 我有時也會想起回到家後 要面對的一些瑣事 比如錢啊 工作啊 但我不會後悔現在的選擇 因為20年後 我不會記得這些瑣事 我唯一會記得的 是我去到那麼多美麗的地方 體驗了別人一般無法體驗的文化 還有著最重要的人陪在我的身邊 這些比起那些瑣事來說 重要得多 可能有些小事在當時看起來很大 但就整個生命過程來說 根本就不算什麼 我生命中最大的恐懼 就是將來有一天起床後 後悔自己曾經沒有去嘗試做某事 而當生命結束之後 沒有重啟劍可以讓你重新開始 我覺得冒險沒什麼 失敗沒什麼 做別人不去做的事更沒有什麼 去一些你從未去過的地方 做一些你從沒有做過的事 拍一些別人拍不到的鏡頭 這就是我 Live Traveler CHAO OK 準備好了嗎 感謝大家一直以來對我忠求的支持 我又要出發了 那我下一個視頻又會是什麼呢 不告訴你 我們下次再見